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這個是一個整數 而且m是一個正整數 那m應該等多少 首先我們看 這個12可以分解成2的平方 乘以3 是32 那這個東西要能夠完全平方的話 這個必須要有一個3 也就是說 這個數一定要一個3乘以 某一個自然數的平方 我們叫k好了 一定要能夠寫成這個樣子 那第二個就是說 這個也要大於0 這13-2m 這要大於等於0 大於至少要1 大於等於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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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所以我就想說 這個2m 它是小於等於多少 小於等於13-1是12 也就是說 m要小於等於6 那m要小於等於6的話 那我們想說 這個 這一個 m要小於等於6 那m是自然數 所以m 它是小於等於6 大於等於1 1 那這樣的話 這個數 借於哪裏之間 借於 這個如果帶1的話 那就多少呢 這個數 就是這整個數 13-2m 這如果帶1的話 這是11 小於等於11 如果帶6的話 大於等於多少 小於等於11 如果帶6的話 612 大於等於1 好 那這個數 必須是3 再乘以某個數的平方 某個數的平方 所以這個數 可能是3乘以1的平方 又可能是3乘以2的平方 但是3是12嘛 已經超過了 所以就不可能 3乘以3的3的平方 3乘以3的平方 更不可能 所以只有這種情況 也就這個數的話 只有這種情況 那這種情況的話 就是13-2m 等於3 那這樣我就曉得了 2m 我把2m他過來 3他過去 2m等於10 所以m 只能等於5 所以m等於5 答案是5